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涡轮增压器旁通罚控制电路为高是什么意思? 此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OBDR动力总成代码。 它被认为是通用的,因为它适用于车辆的所有品牌和型号。 1996年以后,尽管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和型号而异。 这些品牌的所有者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大众、稻奇、萨博、庞蒂亚克、福特、通用汽车等。 当我发现此代码存储在涡轮增压车辆中时,我知道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 已检测到涡轮增压器增压压力旁通罚的控制电路故障。 该电子控制法旨在减轻涡轮增压器的增压压力。 该代码尤其表示已检测到高增压条件或高增压压力旁通罚电路电压。 升压控制器有时是独立模块,但更常见的是PCM的集成部分。 涡轮增压器增压控制器的用途,顾名思义,旨在计算来自各种发动机和变速箱传感器的输入数据, 并使用这些计算来确定在任何给定时间或最佳时间,发动机需要多少增压才能发挥最佳性能。 环境,然后,按照PCM的命令打开或关闭增压控制阀。 如果所需的增压压力与实际增压压力不符,由PCM调节,则将存储涡轮增压器旁通罚控制电路的高代码, 并且维修发动机不久的灯可能会点亮。 电子控制的涡轮旁通罚控制阀通过到PCM的信号电路进行监控。 如果信号电压在一段不可接受的时间内下降到编程范围以下, 则会存储涡轮增压器旁通罚控制电路的高代码。 对于大多数配备OBDR的车辆,通常使用有小型电动机驱动的涡轮旁通控制阀。 然而,仍有一些制造商仍在使用真空操作阀。 电子阀直接由PCM的电压信号控制,真空驱动阀使用真空控制或真空维修电磁阀控制。 通常为真空维修螺线管提供恒定的发动机真空度。 来自PCM的电压信号启动螺线管的打开和关闭,以根据需要允许或限制阀的真空。 尝试进行诊断之前,请始终咨询车辆的维修手册或等效手册涡轮增压器旁路控制系统规格。 由于存储该代码的条件可能会因涡轮增压器增压压力过大或不足而导致严重的发动机损坏,因此应尽快检查此类代码。 症状P0035发动机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发动机核,或变速箱温度升高涡轮增压器废气旁通伐核,或软管发出的随机噪音。 发动机性能降低排气系统冒黑烟其他涡轮增压器增压相关代码。 发动机失火代码或暴震传感器代码可能还存储了火花塞可能被弄脏了。 发动机温度升高还可能导致气缸起爆原因。 原因该P0035代码的潜在原因包括,增压压力传感器故障是存储涡轮增压器旁通伐控制电路的最常见原因。 高代码涡轮增压器旁通伐故障真空管路破裂,断开或分裂,适用于真空制动旁通伐。 涡轮增压器旁通伐执行器问题涡轮增压器旁通控制传感器电路短路或开路涡轮增压器中的电线。 连接器松动,腐蚀或断开旁路控制,增压压力传感器参考电路不良PCM或生压控制器诊断和维修程序始终应从检查您的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TSB出发,这是一个好的起点。 您的问题可能是制造商提供的已知修复的已知问题,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 增压压力通常在9到14磅之间,这是大多数涡轮增压器增压控制器被编程实现的数值。 为了保持涡轮增压器增压压力的可接受程度,增压压力旁通控制阀被打开和关闭到计算出的程度通过来自PCM的电信号。 在尝试诊断该代码时,我通常会先检查与涡轮增压器和增压控制系统有关的所有接线和真空软管。 您可以继续读取和记录所有存储的故障代码和快照数据,然后从系统中清除故障代码。 如果代码无法重置,则说明它是断断续续的。 当存储此类代码时,某些车辆将增压旁通阀置于全开位置。 清除存储的代码还可以使系统在开始物理测试之前返回到正常操作模式。 如果在使用数字福特、欧姆表、DVAM测试连续性之前未能将它们与系统电路断开连接,则系统控制器和组件可能会损坏。 通常,当增压压力传感器实际上是有缺陷的部件时,增压控制阀会被错误的谴责。 对单个系统电路和组件进行测试将防止可能导致不必要的组件更换的错误诊断。 为确保系统电路电压和连续性在制造商的规格之内,我通常使用DVAM进行测试。 系统接线图或制造商的服务手册带有诊断流程图将势必不可少的。